媳妇怎么还不做饭呢 你在厨房里面玩泥巴吗 这个可不是泥巴 这是我前两天回农村和卖香油的婶子 学的腌咸鸭蛋的秘方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鸭蛋清洗干净 将表面的鸭粪和泥土都清洗掉 然后放在镂空的架子上晾干水分 准备半盆凉白开水 加入200克白醋 将晾干水分的鸭蛋放入盆中 浸泡20分钟 白醋可以使鸭蛋蛋壳变软 便于入味 这是前两天回老家 在卖香油的叔叔家要的 做香油剩下的芝麻残渣 用它来腌咸鸭蛋 腌好的鸭蛋起砂又流油 吃着特别香 我今天准备了40个鸭蛋 取3斤芝麻残渣 加入300克盐 翻拌均匀 加入500克生抽 活成泥酱 取一块泥酱 拍打成饼 将鸭蛋放入中间 用泥土包裹起来 薄薄的一层 看不到鸭蛋即可 将裹好泥酱的鸭蛋 一个个的摆入坛子里 全部摆放好后 在坛子顶部盖上保鲜膜 或者是塑料袋 密封好 腌制35天 35天后 将泥土剥开 将鸭蛋煮熟 起砂又流油的咸鸭蛋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